嗨大家好 歡迎回到Max與Owen聊訓練 我是Max 哈囉我是Owen Owen又到我們一個禮拜一次meeting的時間 那我們先快速回顧一下我們上次大概講了什麼東西 我們上次主要是在討論這個同步訓練 然後主要是因為有觀眾回應我們說 可不可以聊一下耐力訓練 或是說有氧訓練會不會對肌力訓練造成影響 那我們藉由一些比較科學的角度去稍微解釋一下 基本上是不會的 當然在某一些特定情況下可能還是會有一點影響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針對這一點再稍微做一些分享 那我們上一次也有聊到MS跟ASR這一些東西 然後也有人回應我說就是 是不是頂尖的耐力型選手他的ASR會比較小一點點 也就是說 ASR我們上次講了嘛 我們再重複一次 就是你的 最大衝刺速度MSS 然後這邊有個MAS就是你的最大有氧速度 那這一個區間會是你的ASR 那比較頂尖的耐力型選手他的這個ASR的空間會比較小一點點 因為他的最大有氧速度會一直往上提升 然後他的衝刺速度可能就是比較難去做加強 那他的這個區塊會比較小一點點 隨著他的這個 MAS 往上推往MSS去推 把他的ASR做到 擠壓的這個 天花板是蠻高的 所以他們的ASR跟耐力型選手會成一個相反型的指標 那大概這是我們上一次聊到的東西 那我剛才補充是因為提到MS的時候我就順便想說講一下短距離選手他們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有在上次節目結尾的時候說到說要再分享一下說同步訓練他其實有幾個可以稍微去關注的點 就是可能在訓練上可以去稍微要求的地方 那我們再請歐文稍微分享一下 對 OK 那其實我們上次就有提到說同步訓練的關鍵其實會是中間有沒有辦法好的恢復的問題 對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的恢復時間或者是說我今天在恢復的過程中我有沒有給予選手或是給予你的 學生或是客戶一個好的一個恢復的手段 例如說他有沒有去做良好的碳水化合物的補充 或是可能是蛋白質的補充啊 或者說在這過程中有沒有他去做一些他熟悉的一些恢復手段 像有些選手可能他喜歡去做一些按摩啊 或是有一些他自己有自己一套的恢復手段 對那另一個時間的問題其實 說實在啦我覺得這個其實還是要根據每個人的狀況 那當然理想上目前的文件是指說理想上你最好兩個 高強度特別是會引起 比較大聲肌肉疲好的訓練或是比賽間最好還是隔24小時 以上 對那如果你今天真的逼不得已或者說你今天學生你今天的訓練量就是必須那麼多 你就是必須在一天中安排 兩次甚至是三次以上的高強度訓練 那他給做建議是最好還是有四到六小時以上的間隔時間 然後同時要搭配我剛剛所說的 第一個你的肝膛要去做良好的恢復 第二個他可能會有一些 他所習慣的啊或是合適的恢復手段 去幫助他讓他在第二餐或是在 第三餐的時候 不會因為前面的疲勞而導致他 後面的訓練效果 會有一些就是被影響 導致他所得到的訓練的適應 或是刺激沒有預期的那麼好 那也就會導致說我們所謂常講的 說為什麼我前面做 有氧後面做肌力 可能效果沒變好 或是說長期來看我可能還會退步之類的 那其實 比較大的原因會是這個 就是你實際上你做的那個訓練量 或是訓練強度不足以讓你去 進步甚至是可能連維持上 都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對 大概是這樣 剛說同一天裡面盡量可以間隔幾個小時 盡量還是要四到六小時以上 對但是這是文獻上的 建議啦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還是要看 每個人的狀態 包含你這四到六小時之間 你又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像以我們 台灣可能比較多的選手 可能同時具備什麼學生 或是他自己本身有另外的工作 那如果你今天 雖然是隔四到六小時 然後你又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去做一些 其他工作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 四到六小時 或許可能 對於某些人可能還是不大夠 這個其實非常合理的去解釋說 就是 如果你把這兩個訓練放在一起 他在什麼情況下會被大打折扣 那這個被打折扣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中間的間隔時間可能不夠 不足以去恢復 所以導致於你在下一餐肌力訓練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執行一個很好的輸出 不管是你的速度 還是說你整個力量 還是說你平常拿的重量 可能拿起來會特別疲勞等等 那在這一種打折扣的情況之下 你想要去得到更好的適應 或是說更多的成長 當然他相對的難度就會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通常一開始 在帶選手的時候 都會偏向一天一餐 尤其是一些發展期的選手 像那種國高中生 基本上一天一餐 一個禮拜可能練四次 甚至五次 差不多 大概四五次 很少練超過五次 那有的學校他們可能真的 成績比較好 或是說他們真的非常重視這個 表現的話 他們可能會 增加參數 他們的量就會比較大 可是這個量大當然還是要 回到我們最前面講 你要有這個循序漸進 跟這個個人化原則 你不能每個人進到這個隊以後 就跟他說 我的規定就是一天兩餐 那我就是要這樣練 那久了以後你就會發現 有的選手怎麼都沒有 沒有什麼提升 因為他一開始就沒辦法 附和這樣子的訓練 所以他的效果是會被打折扣的 那如果是 同一天安排的話 建議大概四到六小時 那四到六小時 其實也蠻符合 我們一般大學生 或者是 國高中生 早上可能 晨超練一餐 然後下午放學再練一餐 這中間的時間 其實是蠻夠恢復的 但主要還是看說 在學校的時候 或者說在上課 有沒有去從事 其他的運動 那中間的 增補跟休息 有沒有去達到 一個良好的平衡 那 我再分享一點 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的短距離選手 我們像 禮拜一 禮拜三 跟禮拜五 我們都是 專項玩 然後大概30到一個小時 我們就去中訓室 那扣掉在中訓室 可能吃一些營養品 然後 做操 講話 可能算一算 不會超過90分鐘的休息 我們就開始第二餐了 但這也是 因為他們能夠 承受這麼大的量 因為畢竟能夠拿到獎學金 進到NCW 一級學校的時候 他們的表現 跟他們的訓練 背景 已經是相當豐富了 那我們也會收到一些選手 我們叫做 Nonscholarship 就是沒有獎學金的 他們可能是 考上這個學校 但是對這個項目非常有興趣 他們也想要用 非 講學金運動員的身份 去加入校隊訓練 那我們就會去評估他們的能力 那 沒有辦法為他們特別去 客製客表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我們可以做到說在第一餐的時候 稍微減一下他的量 跟他的強度 然後在第二餐重量的時候 他的客表的量 也會明顯比其他運動員還要少 那讓他盡量可以在這樣子 一次兩餐的情況下 去得到一個比較好的適應 這是在 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做出來的調整 那如果是長距離的話 我們一般都是 可能早上長距離 然後下午才重量 或者是 早上很早的時候 他們會去乘操 然後接近中午的時候 有一餐 重量 他們的量都蠻少的 因為 教練都很小心說 就是在長距離選手做重量的 這個疲勞控管上 因為他們的跑量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大 那中間 這一餐重量 他的量會非常的少 那一週一樣兩到三次 然後下午的時候 可能會再進行一餐 可能 強度間歇 或者是一些長間歇之類的東西 但一樣 因為他們是已經拿到獎學金 進到一級的大學 所以他們的訓練背景 跟他們的跑量 本來就已經堆疊到一個 非常豐厚的程度了 才有辦法去承受 這樣一天兩餐 甚至三餐的訓練 那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還是會回到 剛才前面講的 就是盡量可以休息一天 就是隔餐安排 隔天安排 或者是說你中間 一天要練兩餐 你的休息時間 一定要拉長 然後一定要注意恢復跟增補 的這個部分 大概是這樣 對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是蠻認同 就是對於那些 剛剛所說的 那些 Non-Scottish的 那些 選手 對其實我覺得 這種狀況其實也蠻常出現在 台灣 特別是球類運動 對特別是有些 學校 像這樣講 不知道會不會得罪 就是有些學校 他可能同時是具備提寶神 跟一些 比較 像是 就是變成說他有一些人是 可能教練找的 或者說他是有 經過比較特殊的管道 可能是考試進來的 但是他同時也會有一些就是 學校裡面就是針對一般生 那再去照聘一些 可能 實力已經也還不錯 但是其實那些人跟那些 其實 我們傳統說 所謂科班這樣打算 其實還是我有一些 差距 對所以我覺得 像是做這些調整 特別是在青少年期 我們 應該還要再更進一步 據說除了他們自己本身的一些 訓練背景之後 我們還要去根據他們一些 目前的成熟階段 而不是單單只是去 救他們的年齡 直接去做區隔 對我覺得這一點是 蠻重要的 特別是在國高中 這一段青少年的期間 比較容易出現這種就是 就是大家應該 其實會有一些 經驗就是說 明明有些學弟 他可能是國一 可是他長得比 國三的學長還有巨 對這種狀況其實蠻常發生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把他們所有的 訓練課表 混合在一起的話 或者是說有些國三生 他可能 發育成熟的 期間比較慢到 也就是說他在那個階段可能 相比他其他隊友 可能剛好他的隊友都是已經 剛好比較快進入青春期 發育比較早開始 那如果在訓練上 又去做同樣的課 特別是球類群 他們會有一些 身體上的對抗 那我覺得這可能 就會有一些 比較高的受傷風險 會發生 這一點其實我也非常認同 我也很常在 我在講課的時候 或者說我在教課的時候 我都會提到這一點 就是你一定要根據 運動員他現在的年齡 他的生理年齡 也就是說他實際上 可能是8歲 那他的訓練年齡是多久 比如說他從事這個運動3年 那他正規訓練多久 可能只有一年 那相比那一些可能 小學6年級就開始練到高中的 他的那個 成熟度跟經驗相對是不一樣 甚至你在執教的時候 你講一些專業術語 他可能都是一臉就是 聽不太懂 或是學長 剛剛老師說什麼 這樣子 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一定還是要稍微在 可控的範圍內 盡量稍微去做到一點 細微的個別化 才不會讓他們在這種 生長階段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burn out 我們講說這種就是 過度訓練 或者是說受傷 這是我們要極力避免 對那其實剛 我所帶到的是 有點題外話 像是 那比較像一餐裡面的訓練 那 回到我們剛剛所講的主題 我們在討論就是 我一天裡面要排 兩餐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事情 也是應該要 考慮進去的 對就是教練 甚至是可能有些 家長比較關心 球隊的一些運作 或是 比較介入比較多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去跟教練做討論 甚至我覺得選手自己本身 也應該要 懂得如何去 發表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從小學習 開始去 發表自己的 特別是一些 批導上的感受 我覺得其實蠻重要 即便可能 沒有那麼精準 但我覺得 或許教練也可以搭配一些 量表 就是我們先用 數字化的方式 去引導學生去 就是去敘述自己的 或者是聽老師的 然後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叫你跑什麼 就跑什麼 我覺得這樣 其實無形之中 真的蠻多 受傷的風險 會被提升 或者是說 可能可以有 更好的做法 但是被忽略 那我覺得 一樣就是 來參加運動 參加競技這件事情 就是 無非就是想變強 那應該要能夠做到 幫大家都變強 這件事情 那如果做不到的話 就可能就不要帶球隊 或者是說 你乾脆就只帶技術就好 你體能的部分 就交給比較專業的 技力與體能訓練師 之類來幫你調配 可能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 那講到球隊 我 我也想問一件事情 這是我剛才 剛才臨時想到的 就是 一般我們在看 國內球隊 國高中 我們很常會看到一個現象 當然我脫離國高中 已經很久了 但我之前也有帶過球隊 那我蠻常看到的就是 打完 一兩個小時的 專項訓練 可能前面就是什麼 熱身運球 以籃球來講 可能前面就是什麼 全場運球 熱身伸展拉筋 然後就開始跑戰術 然後練什麼投籃 然後 最後最後 快結束的時候 才跑 折返跑體能 這個我還蠻常見 甚至有一些比賽 比輸了喔 比輸了 然後你就看到 在大家清場 掃完地以後 那個球隊留下來 跑折返跑 甚至說 比輸了 然後就跟他們說 你們 跑回去 之類的 這種情況 我是有聽過跟見過的 那你覺得這個 這應該也可以列入同步訓練討論吧 剛練完專項 超高強度專項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這件事情 會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 管理的層面 另一個是我們討論的 體能訓練的層面 那以我們講的同步訓練概念來說 如果以體能訓練這個層面來講的話 如果你今天選手是真的 咦 那我覺得 OK 那就去做 但如果你今天你的選手 很明顯就是我們剛剛講 你如果前面練了一拖拉苦 你後面 怎麼跑都跑不起來 然後你就要加秒數 然後就是 秒數沒到要重跑多跑五趟 或是一個沒跑到全隊要一起衝跑 那我覺得可能就會有一點點 問題 當然從管理層面來看我覺得 有的時候啦 適當的要求應該會是 我覺得是一種激勵 球員的一種方式 對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 就是 其實要求球員有很多種方式 我覺得可以 同時去思考他們的身體中 我覺得會好一些 我覺得會好一些 所以還是一樣嘛 就是你要這樣子練當然也沒有不行啦 主要還是看你的球員的電池 跟油箱 到底有沒有這麼大顆 你夠大顆 然後你真的跑到最後都還跑很好 然後沒有疲勞 沒有延續到隔天 那我覺得當然 你想這樣做 OK啊 但如果是在這種情況你會看到有些人跑到快升天了 折返跑跑到直接躺在那邊 甚至那種盾位比較大的 像中鋒 那種四五號球員他們可能就很容易 跑到直接 嗯 用爬的 這種情況發生 我覺得這個就 就真的是要稍微去考量一下他們的 個別狀況 那講到這個盾位比較大的這種球類運動員在做體能訓練的時候 如果是使用折返跑的話 其實他們不應該跑跟那些體重比較輕速度比較快的選手一樣的距離 這個以後我們也可以再討論 甚至我們在做這個折返的時候 我們其實我們叫Change of Direction 就是改變方向的訓練 其實是要 依照他們的身高體重比去稍微做拿捏的 比如說體重比較重的 以高中生來講好了 假設他185公分 然後可能 85公斤 或是90公斤 他們在做折返跑的時候 相對那一些 170級 然後可能只有670公斤 速度很快的那種控球後尾 以他們這種 相比之下 在做折返跑 有這種 變相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要去 做秒數上面的 增減的 也就是速度比較快 體重比較輕 比較能夠負荷自己身體能力的人 他們的 變相速度是會比較快 負擔會比較小 那頓位比較大的人 其實要給他們一點 加秒的空間 那這個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探討 在這邊也是分享一下說 這是可以 稍微個別化的地方 對其實 這件事情 就像我們前幾集有提到說 我們在做田徑選手的 高等部見誰 需要去個別化嗎 那 個別化啦 達到球內選手的訓練中 除非啊 他今天也是去做超長的間鞋 那可能 改變方向這一點 當然是可能還好 你就根據他的本身的能力 也不是說 比較重的選手 他就不能跑得快 我覺得還是要去依照 他的能力 因為有時候比較重 他可能 他就是比較重 所以他不是比較容易 就是可能被他緊縱 導致他可能會出現錯誤動作 受傷機率的比較高 對我覺得可能還是要依照 他本身的機率去做 調整 但如果你今天像是我們平常做 球類特別是籃球 我們比較 熱門的運動 籃球的話 我們比較常見的 體能 訓練 還是比較多是去做 場上的折盤跑 那這個時候除了我們在速度上的調整之外 我們還要同時去考量 就是學長剛剛講的那個 COD的能力 改變方向的能力 對因為這個還涉及到 他們的本身的基地啊 離心基地啊 還有離心基地後再加速的這個能力 對所以 在前面我們在 個別化之前我們可能會去做一些 測驗啦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像是我們上次之前比較推崇的 可能去做一些零件負荷測驗 或者說你今天是去做 遺生負荷測驗 那同樣的如果你今天是做折盤跑的話 你也一樣可以透過類似的測驗 只是你在測驗的內容裡面也要去包含 改變方向這件事情 嗯 非常合理 那以籃球來講比較常見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這樣啦 但之前比較常見的是那個 UU測驗 對 然後什麼T字測驗 幼兒測驗要來抓 你實際運動的強度 其實他有一些問題啦 因為 幼兒測驗的模式是這樣 他是 你今天跑完一趟 回來 他休息的時間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每一趟運動的時間 或者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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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他的工作休息比是不一樣 在這個休息跟運動的時間 如果你今天是不成比例的 你今天抓出來的那個合適運動強度 比如說假設我們今天也想要去抓一個類似 MAS的一個 強度 雖然你在這個情境下有去考量 他有改變辦法 可是你今天的工作休息比 是不一樣的 他不是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去 提升你的運動強度 所以這時候你所抓出來的那個強度 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 這個我記得好像現在 籃球裁判還是這樣考嗎 我記得 籃球裁判 我覺得籃球裁判 我借我兩三年前考還是考這個 是考YOU嗎 還是考折搬跑 其實差不多啦 就是YOYO還很熱望 對 籃球是類似 YOYO 對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籃球裁判那個目的是不一樣的 他只是要評估你的體能狀態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目的是要來抓 訓練的強度 就是一些關鍵的一些指導 我覺得YOYO可能就 不會到那麼的合適這樣 補充一下 我一直講YOYO 我記錯了 YOYO才是籃球場用的測驗 YOYO是一間在板橋非常好吃的甜點店 我記錯了 因為我最近非常想吃 然後我一直沒機會上去台北 所以我就沒有機會去吃 強烈推薦大家有機會去 我沒有幫忙工商 他們的那個蛋糕真的很好吃 好 那講到剛才說 這個YOYO測驗 可能不是那麼的理想 他可能看到的只是一個結果啦 但是他沒有辦法幫我們說 測完這個以後 我怎麼去幫助這一些 在YOYO測驗比較差的選手 怎麼去提升啊 是跑更多則反跑嗎 還是怎麼樣 他可能沒有達到這個功效 那剛才有提到 就是地震負荷測驗這件事情 這樣聽起來我們應該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去幫助這些人 達到體能測驗的一個方式吧 就是比較科學有用 對 其實現在的話 歐洲那邊特別是足球的 特別是足球的 比較常用的 如果他今天不想進到實驗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對象是比較大群的 而且你今天所需要的數據 不是需要拿來做學術研究的 對 其實你的數據可能 不是說不嚴謹啦 就是 如果你就是以我們的 我們做學術 如果你今天拿來做學術研究 你今天要來發表 其實我們還是會希望你是透過一些 黃冰標準的 的方式 然後包含你是在一個被完全控 就是可以 基本上就是可以完全控制 一個環境下去做 所以測出來的那些數字會比較具有可信度 內在效度會比較高 對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只是以 食物應用的 我覺得 Beautax其實就很夠 甚至有一些其實 一些比較應用性的旗艦 它其實也很接受 我們使用這些所謂的場地測驗 只要基本上你一些溫度啊 一些比較 重要的指標去控制住啊 其實 測出來的結果其實都是很可惜 因為 其實這些測驗過去也很多研究 沒有去做過它的性效度的檢驗 對 那其實目前最常見的就是我們所謂的 30-15的FT 對 它是一種折返跑的地震複合測驗 對 它就有點像 只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工作休息比的問題 那它之所以掉30-50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跑30公尺 休15公尺 然後每一趟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對 也就是說它變成是說你今天 在同樣的時間裡面你要跑的距離 你會隨著你的測驗一接一接上去 你跑的距離會越來越長 但是悠遊不一樣 悠遊你每一趟都是跑 20公尺的來回 對 所以它變成說你今天悠遊的情境就是 你今天在跑的時候 你每一趟的距離都一樣 但是你的時間越來越短 所以這兩個情境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雖然都是地震複合成 但是是不太一樣 剛才提到這個IFT30-15的這個東西 我記得在YouTube上面它是有個影片的 它是有教學的 而且它是有App 免費的 你的手機馬上就可以下載 然後下載下來它就會讓你選項目 它除了有折返 折返的方式 它還有一種是就是繞著跑道跑 就是直線 就只有直線前進 然後中間的休息你就是往前走 然後再繼續往前跑 但是繞操場就比較難執行 就是你的麥克風要夠大顆 要你400層都聽得到 那你就可以放在400公尺的跑道上面操作 那否則的話 我們一般都還是會做折返的這種測驗 那這個東西比較有趣是 它測下來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標準 就是它會讓你說 你IFT跑到第幾階 跑不下去的時候 你的那一階成績 大概代表你的MS在多少 它是有一個非常嚴謹的一個計算方式的 雖然說MS不一定每一次測出來都長一樣 這其實就跟CV一樣 也跟攝氧量一樣 那也跟一般普羅大眾的測驗都差不多 其實你就算測力定跳好了 你也不可能每天都跳一樣 那垂直跳也是 測力板上面去做什麼CMJ之類的 你也不會都一直長一樣的數據 但是就是你如果有定期在週期的某一個點去做測驗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是蠻有參考程度的 因為它可以幫你去推算出選手的MS大概在哪邊 那如果你再去測一個直線充斥的最大速度MSS 其實你就可以去算出每個人的ASR在哪邊 那你有這三個東西以後 你在做這一些團隊項目的體能測驗 跟體能訓練的時候 你就可以稍微去抓到個別化 你就可以把幾個比較相似的人放在一個group 然後他們跑的距離可能就是固定比別人短 7公尺、8公尺、10公尺 或者是說有些人他就是一樣的距離 但是他就是必須要快1.5秒、快2秒 這都是可以很客觀算出來的東西 對 那像剛剛學長講的就是說 你IFT測出來的那個數值 如果我沒記錯啊 就是以普遍上來說大約會是120%的MS 對我記得是120% 但是其實這還是要去根據你的狀況而定 因為MS是從地震 我們傳統的地震複合測驗測出來的嘛 那IFT他還加了一個折返能力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同樣MS 他如果今天折返能力不一樣 他所測出來的IFT的那個衰測速度 我相信也會不太一樣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兩個都是用120%去乘的話 其實乘出來就會有一些誤差 對所以這個數值我會覺得說 就其實就只是一個估計啦 那基本上其實我們在排課表的時候 你只要你的標準都是同一個 你都是來自於同一個測驗所得到的指標 然後你再以那個指標你定期預測 然後去都是以那個指標在做 百分比的話我覺得 其實在編版上就沒有太大問題 其實不用太去拘謹說 我那個值到底是我百分之多少的MS 即便我今天用以我的AS 我用IFT的速度跟我的MS的速度去找 這是我的AS 我覺得也沒有不行啦 只要我從頭到尾的標準都是一樣的 以實務應用來說啊 當然以學術研究 那當然這可能就可能就心不通 是啊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在講說 就是場邊的教練比較像是辦研究 因為就是你們的東西要盡量可以客觀 然後可以反覆測驗 但是你又不是真的要發表 所以可能不會去符合那些黃金標準 那剛才講的這句話我覺得也挺好的 就是我常在講課會講到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有一把尺 然後它斷掉了 它只有八公分 那我們只要知道它的起點可能是扣兩公分 我量出來的距離其實它不會變 因為它每一公分的間距還是一樣 我只要以後量的時候都是用同一把尺 我就有辦法去做出一個對比對照 這是我蠻常講的一句話 所以這種Field Test 它都是有經過一些認證的 那也是一個蠻好用的東西 那剛才在講說就是如果你是反覆 折返能力比較差的運動員 像之前我有給田徑隊的選手測過 那測出來的數據就有點低於我的想像 然後後來把這些數據轉換成間歇課表 不管是180、200、220之類的課表 就會發現好像遠遠低於他們正常該有的負荷 那我就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因為 MAS的這個IFT的這個測驗折返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相對較弱的能力 所以後來就決定說改測400公尺全場的這種方式 讓他們就是只需要往前走 就不需要去做折返的這個問題 對其實我覺得蔡英也是有專項性的 就是不會說我今天任何支援都可以試著拿來給任何人使用 當然你每個人都可以測你可以去做互相比較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以 你今天就像我們說我們測驗要有所謂的 效度跟進度 那其實這其實就是在講效度 我今天這個測驗到底能不能測出我想要的東西 對這個就是所謂的效度 那進度當然就是我今天反覆測它的重複性是要高 它是可以可再現的 對所以我覺得在選擇測驗其實也很重要 就像我常常我也是都教學生說就是 我們今天在開課表的時候 我今天可能會有一系列完整的我會有它的需求分析 我會有它的可能會需要做的一些檢測 然後最後才會出它的課表 對那我都會常常說我會拿看醫生來比喻 就比如說你今天一進整間醫生先問你做什麼事 就是你今天出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說難道你會今天跟醫生說你上路相信他 然後他說來我們等一下要照灰燈之光 那或者是說你今天一進去連你手都已經骨頭都跑出來 我們今天抽血 所以應該不會是這樣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選擇測驗上 其實我覺得道理都一樣 因為我們其實大家都知道訓練的課表要專向性 對你這個測驗到底能不能測出我們所需要的一些指標 而這些指標對於你這個對象 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是 除了能不能測到我們真的有用的指標在 第二個是我們所有的測驗都需要成本 對所以在選擇測驗也不是說無限上高 結果這個好像不說熱標 結果一套一套下來還有總共有20個測驗 對其實測驗的時間成本也是很高 第一個你今天在測驗的情境下 如果你今天是需要選手 他是一個完整準備好的狀態 那他勢必要放棄前三邊的學 他等一下去做調整 對那第二個是時間的成本 第三個是有些測驗他可能也需要金錢上的成本 對所以有時候其實我們要思考 做測驗當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過度的測驗是不是反而其實沒有那個必要 這也是一些場邊教練最討厭聽到的事情 就是突然有什麼東西要測驗 他們其實都蠻不喜歡的 他們只喜歡看自己的專項測驗 因為其他測驗對他們來說 有時候是他們聽不懂看不懂不知道怎麼用 不知道這個測出來結果可以幹嘛 再來是這個測驗會佔用他們的練習時間 所以這都是要考量的時間成本怎麼安排 所以一般以我來說我都是季外期的時候 準備要開始做整個新的一季的時候 我會稍微測一下 然後季外期快結束的話 可以的話最好再測一下 那接下來進入賽季訓練的時候 就不太會再去測 就是除了那種專項性上面 就是本來訓練就會看到的測驗 比如說什麼駕光雜 然後比如說駕一些步態分析 攝影這一種東西 這種其實也算是Field Test的一種 對啊 那前面講那種就是比較耗時間去整個做調整 然後全隊拉過來測驗的這種東西 到賽季的時候其實就比較沒有時間去做 而且可能你那時候調整狀態不好 然後你反而在賽季測的時候 不如你季外期的表現 就是對選手的信心也是一個打擊 然後教練也會想說 我是不是練錯了 怎麼會這樣 對 對啊 講到這個我就是好奇 就是學校你有覺得哪些測驗其實是最沒必要的 其實我自己心裡有在想就是 我講真的 我認真覺得 最大七一測驗其實是真的最沒必要的一個測驗 因為如果你 假設我今天一季新的開始我測了一個最重要紀念 那其實你只要後面一直有在保護著你的課表 然後你一些該收集的指標有在見過 我覺得他根本一整年其實沒有必要再去做第二次 甚至是第三次的最大紀念 我蠻喜歡這個觀點的 因為我也只測過一次而已 就是整個off season回來開始練習 然後前面的整個試應期過去後 準備要開始做的時候 大概會先熟悉動作一週嘛 然後隔週就休息調整 然後就測一次 就大概這樣而已 主要是看什麼 主要是看說跟去年同一個時間有沒有稍微成長 然後再來是為什麼沒有必要去測是因為 第一個測ERM其實他真的蠻 蠻耗整個體力的 而且蠻危險的 這其實稍微有點危險的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測不是問題 重點是你會不會保護 像很多時候他們那個測深蹲 就叫學生站在前面蹲 然後也沒人保 那其實深蹲保護的話 正常來講 在測最大機應該要三個人 中間站一個 站在他後面 然後兩邊還有一個人幫忙扶槓 那測握推也是 你這個一不搞好 你測一個最大機 數據沒得到就算了 你還是會受傷的 而且這個一傷通常都是蠻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些 這應該是算管理角度啦 風險考量吧 就是你要不要投入這個成本 因為你測下去其實疲勞會影響接下來的訓練 然後再來是有必要這樣子測嗎 你難道沒辦法在訓練當中去推估他 大概現在在哪邊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一些那種速度測量的儀器 對吧 這也是都可以幫忙去做一個回推的 那體能測驗也是一樣 我在賽季中基本上看跑 整個流暢性 然後再看那些間歇課表 其實一看就大概知道體能狀況現在怎麼樣 對啊 對啊 但我反而會覺得有一些體能性可能 或許 偶爾測一下可能他比較深 因為有些比如說有些指標 你可能是 透過一些比較陽春的方式 你長期監控可能 要去比較精確抓他進步的幅度會比較難 我覺得這種測驗就值得 可能還要有時間去測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的最大機器測驗 這種不用花錢你從他平常訓練 就看得出有沒有進步的這種測驗 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 額外花時間再去多車那麼多車 我覺得其實 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體能教練其實不用去追求 赫燕的進步 因為其實他們選手他真正在比的 還是他場上的表現 他不是去比他CMG跳多高 或會推多重 他又不是健技選手 對我覺得 這其實是蠻有趣的一個想法 我自己覺得就是 雖然這些指標 你說他退不可能確實是一些警訊 但是我也覺得 體能教練不必要去 把這些一些 比如說CMG 或是充實速度 的這些指標拿去當作是 好像是自己的Credit 這樣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他回到場上的那個表現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其實我在國外上課的時候 我的教練就跟我分享過 就是他在課堂中的時候他有講 他就說有一些橄欖球隊的教練 就是橄欖球隊的Head Coach 他想看的就是 Off Season到Pre Season的時候 他的ERM有沒有進步 那這種時候 你體能教練就是他請來的嘛 所以你要保住飯碗 你就只能測啊 你就是只能跟著測 就這樣 沒辦法你就是要測啊 所以網路上很常會看到很多那種 橄欖球隊在做ERM 然後全隊整個重訓是瘋狂在叫的那一種 這其實蠻常見的 對啊 那如果他們是這樣子的風格 那真的有時候教練就只能配合 因為他們要保住飯碗 但是我的教練就說 難道你看不出來他的肌力狀況在哪邊嗎 然後再來是最大肌力提升 你保證他速度就會提升 以田徑來講 對啊 所以我們常說就是他有一個夠用的值 就是你大概夠用就好了 剩下的其實就是你的技術 跟一些體能的問題 就不全然是肌力的問題 對啊 對其實就像我在教學生一樣 因為我在大學生在做課表 其實我都會要求他們做前後撤 就是你在計劃裡面可能會有一個前撤一個後撤 你才可以去檢視你 這個訓練計劃是OK 但是我又會跟他們說 其實你追求的不是這些數字上的進步 你還是要回過頭去看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說即便你今天 20公尺充斥 進步了0.5秒 試驗人就會增加了10公分 不然進步了20公斤 那你上槍打球還是來不了 那這些進步 我覺得手法我覺得 其實也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其實還是要考量那個項目特殊性 就是你的這個項目它到底什麼東西佔比比較高 比較重要 你總不會叫射箭隊去做大量衝刺吧 是啊 你總不會叫射擊隊去做衝刺 就是可能 Maybe你說維持身體健康維持身體素質平衡 偶爾跑一下 好像好像還OK啦 但是你說要把這當做一個指標 我測這幹嘛 是吧 所以其實還是要去考量那個項目的特殊性 那其實你剛才在講說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東西最沒必要測的時候 我腦中浮現的是一個很奇怪的答案 那個國民體事人測驗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這個我講好像不太好 畢竟我當時看 我也不知道 身不由己 目前職位不方便 我也 我其實也不方便 因為這好像是我們在我們在推廣的 好像是我們的那個母校在推廣 不方便講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講到這個我覺得也可以 我自己個人 個人建議大家 其實也不用去 就是很 很差異說我在這些測驗上 數字上的提升 對我覺得 這個測驗它本身的用 應該是要去了解你的 一些身體的體勢有沒有達到 就是一些可能 被認定為 你今天是比較OK的 健康的 或是你今天屬於比較強壯的 或是你今天可能 低耐力啊 性能 可能需要加強 因為這個其實跟你 未來可能會不會生病 其實有一定的關係 對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參考 這些事情 而不是說我去追求 那種數字上的提升 對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最原始設計的用意 應該是 這件事情 而不是 讓大家去追求 我那個 立定看板進步 十公分這樣 對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沒錯啦 對 確實是這樣 就是 測驗有它的 你的用意存在 然後再來是 你測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測驗出來的數值 對你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 你測出來好跟不好 跟你的專項 或者是說 跟你的人體的健康狀態 它有什麼關聯性 這都是要可以去思考的部分 那講到測驗 就還有另外一個啊 考大學的時候 那我覺得那個 就是要去追求 數字炸進嗎 對 那個考全國大學素科考 是吧 我記得我那時候 考第七啊第八名 對 一隻腳 我那時候要PR94而已吧 所以也是蠻氣氛這樣 但第一空的蠻氣氛的 對 但那個測驗也是蠻匪夷所思的 對啊 就 就反正就想辦法把它 更快更嚴這樣 對 但有點不公平啊 老實說 對於那一些 比如說像拔河隊的 對 體操 但其實很有趣 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我會發現其實 反而是那些 就是以前可能 他可能在專項上的表現 是很好的 那群人他反而來考這個 他 考的就沒有那麼的好 嗯 對特別是田徑的 或是籃手的 你就會發現他 某幾項會特別的好 可是一旦測到他 比如說像長跑的 他可能一旦測到60公尺 甚至是 立定跳遠 三幾跳 三四跳嘛 他可能 就沒有像他 前六那麼 他可能前六跑 五分 五分整 之類的 但他一旦到前要落下 就拉下去 所以最後平均出來的那個分數 反而就 沒有的那麼好看 我覺得最吃香的就是 大概 像我那時候身體比較 比較細長型 然後又比較 爆發的 然後剛好又有點耐力 然後整天一直在打球 就超適合我的 我去考整個鱸魚得水 想說旁邊的怎麼跑這麼慢這樣 但我後來就覺得這測驗好像對於 進去要考 這個科系 的這個標準 我就有點在想說他的 符合程度高不高這樣子 我覺得 其實我也不知道 想知道我真的 真的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測這個 題外話 題外話 沒事我們閒聊 我們這是題外話 好所以我們剛才就是在講 同步訓練的這個 稍微複習一下 就是大家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然後再來是我們在聊到說 測驗上面 有哪一些稍微比較性效度高的東西 你可以去執行 那我其實個人也是非常推崇 IFT這個測驗 就是對於你不知道怎麼幫 整個團隊去開課表的人 像那種籃球隊 足球隊 棒球隊之類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去抓 他們的間諧強度 其實這是一個蠻好的指標 蠻不錯的方式 蠻推的 可以稍微去研究一下 而且網路上就是有影片 然後手機也有免費的APP 可以使用 對其實它有一個優勢啊 就是 你就測一次就好 一票的人全部一測就好 對 我覺得它最大的優勢是這個 省時間 所以其實蠻推的 很方便 對啊 像其他田徑的有些測驗 它可能就是單人的測驗 比如說我們傳統的地震覆的測驗 而且一次 除非你夠有錢 你有一整排的腳踏車跟儀器 或跑不及那 另當別論 那我們通常不太會有 那種環境 就是不太會有這種東西啦 所以才會 才會在節目當中 科學歸科學嘛 研究歸研究 但是我們還是會想說 盡量分享一些field test 就是讓教練聽到的話 可以在場邊執行 包括 我們前面幾集在講那個 CV的測驗 三分鐘的測驗 之類的 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做一個依據的 那其實如果你去做IFT 又做CV測驗 你整個體能訓練就差不多了 你就差一個什麼 差一個最大速度 那你有最大速度 你有MAS 然後你有CV 你整個課表其實就 蠻好安排的 或者是說蠻容易看出來 你的選手 現在缺的是什麼東西 那你就不會再 一頭拉鼓的可能 都去做一模一樣的訓練 對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 散用一些field test 我覺得就蠻好的 其實 也不用去說 真的花錢去測 測到最大的試量量 其實我覺得 可能實質上的意義 沒有那麼的大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for 訓練的話 我覺得其實 有很多替代的資料 可以去做參考 這樣可能會讓一些 有在幫選手測驗的實驗室 不開心 真的假的 那我覺得 如果還要 如果真的想要完全 完全去了解選手這樣 我覺得還是要去測一些 這兩兩三 那最後還是要在台個路上 了解 了解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如果資源許可 就是不用每次都大費周章 特別安排時間 然後跟耗費那個金錢 其實真的是可以長期配合 比較怕的是什麼 就是你測的地方很遠 或是不方便 然後要安排你的時間 要安排我的時間 什麼的 喬來喬去 那其實都是成本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教練他對於這些fail test 都有一定的掌握程度 跟熟悉度的話 其實善用手邊這些工具 就已經很不錯了 好 我覺得還是要看目的 就是他的需求 如果 真的有這些指標 我覺得當然OK 那就去測 沒有問題 肯定是需要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這些需求 我覺得 既然有需求那就去做 當然如果你真的 如果今天只是覺得 欸我今天有這些數字好像 很shut 然後我覺得就可以 思考一下 是不是這些數字 真的有那個必要花錢 因為 他的金貝都有限 我覺得 把錢花在更重要的地方 其實也很重要 對啊 很shut 那 講最大是兩量測驗好了 最大是兩量測驗 比較推薦哪幾個項目的選手 去測 可能會比較贏 其實 我覺得任何人想測都可以 其實都沒有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 你有沒有那個需求 但是當然比較常見的 還是腳踏車跟跑步機 再來可能就是划船 就是比較大家可以想 我們在做四兩量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一些固定的 固定的機器 因為你的今天那個儀器 它可能是 它是需要去電腦去搜你的資料 所以它當然 即便它今天有藍儀 它也沒辦法理你的電腦 所以它勢必會有一些需要 比較固定式的 比如說我們會稱為 那些東西叫測公益 就是腳踏車的測公益 或是划船的測公益 甚至是滑雪機 對這種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是你今天在測 傳統上我們做 這樣那樣的測驗 其實都是地震負荷 對那 如何去控制這個地震負荷 其實通常我們都 目前都是用電腦在控制 可能以前比較早期 它可能是慢慢在加發碼 加發 我就時間到加發 那現在其實都是電腦在控制 所以 通常還是會需要進到 時間去做測驗 那 比較常見的還是腳踏車跟跑步 對 以我的目前看起來的經驗 然後再來是划船 對 嗯 OK 所以這個測驗其實還是 嗯 每個人可以測啦 主要還是看說你想要的 想要的結果跟你 這個測驗結果 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你怎麼去解讀它 對 那對於你接下來的生活 還是說對於你接下來的訓練 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跟幫助 這還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個點 對啊 那其實也可以推薦 就是大家可以多去follow一些 就是你有去認識一些體育相關科技學校 其實他們常常會在找 鬥士 但應該沒有違反學術倫理 我沒有招募 我只是推薦大家 有機會就可以去參加實驗 就是因為通常你去參加實驗 雖然你可能會去 會接受一些比較 新穎的一些介入方式 當然如果你 評估你的身體是OK的 其實我覺得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做嘗試 就是一方面你可以 去近距人去接觸這些 比較高貴的儀器 而且你又不用花錢 對那一方面就是 大部分就是你去做實驗 其實 我相信就是那些研究者 都很願意去提供這些資訊給你 對甚至你今天拿到這些數字 你問他說 欸那我這些 代表什麼 我覺得大家都蠻願意去替大家解答 我覺得 也蠻經濟實惠的 對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多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嘗試看看 所以幾個 幾個就是有 運科研究所跟實驗室的學校 這幾個大學 在這邊就不去做條列 大家可以稍微搜尋 就是這幾個實驗室 他們可能都會 徵召一些受試者 那你們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去做嘗試 就是說不定他的測驗內容 可能會有你想要的 當然他中間的介入可能 不是你想要的 比如說他可能會叫你 像我之前有參加過 這應該也沒有違反吧 我們實驗都已經這麼久 人家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 有做過吃素的 吃素然後週末再跑一個小時 然後跑完以後再去檢驗你 各種生理素質這樣 然後就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他會做便當點的事 因為他怕你吃肉 所以他會做那個素食便當點的事這樣 所以像那時候看到這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就去受試這樣 那你可以去看嘛 就是他的這個介入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你不想要吃素 那你要去看他的介入是什麼 比如說每個禮拜要重訓三次啊 但是他中間會測什麼 最大鮮量 這個剛好是你想要的 然後你又不想花錢 或者說你找不到地方測 那你就可以去參加這樣子的實驗 但是提醒大家 就是去參與 就是一定要去了解這個實驗它的風險 跟你的就是你的誠意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就是 就是不論是任何的實驗 就是不一定是 我們所說的生理 運動生理學相關的 其實你去 其實反正外面也有很多 像我自己也很想要去參加一些 外科外系的實驗 對就是什麼比如說 什麼心理心腹系啊 心理系那種 其實我會覺得他們的實驗也蠻有趣的 像我之前也有去做過那個 在MRI裡面 躺在MRI裡面去做一些 那個認知的測驗 所以我就再進去 然後20分鐘 然後我就看螢幕在那邊敲鍵盤 出來就領那個補助這樣 就蠻有趣的 OK 對啦 所以還是我們在這邊沒有做任何鼓吹的這個事情跟行為 我們只是在說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地方可以測 然後你剛好有臨近這一些實驗室 他們有在招募 然後你看完了他的整個測驗內容 然後你也懂了你的自己的權益在哪裡 那剛好測驗項目有你想要知道的數據 那你可以去做一下這樣子的測驗 那如果不想要被當白老鼠的話 你就找實驗室就花錢 看他們願不願意幫你做測驗 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自己評估啦 就是分享有一個這樣的關稿 就是沒有推就分享 不是推的 分享 不推不推 對 只是在聊而已 因為我有做過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對啊 當然一般人應該講說那一些 業餘運動的 或者是說休閒運動的 他可能也不一定有時間去參加這些東西啦 老實說是這樣 所以還是回到剛才那一點 就是手邊可以用的Field Test先去做吧 先去做吧 那你先去做 做差不多了 如果還得不到你想要的數據 你可以再去問一下你們的 比如說正在指導你的教練啊 或者是說有沒有周邊 對這些測驗比較熟識的人 看一下有沒有管到 那再沒有的話 最後可能實驗室是一個還OK的選項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今天主要要聊的東西 對 還有什麼延伸的嗎 對 應該就 我覺得就是 分享一些就是管道吧 大家自己評估這樣 OK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 同步訓練的這個觀念 然後再講一下 MAS跟ASR MSS 這三個東西 然後主要是很關鍵的一個就是 IFT的這個測驗 這算是一個蠻乾貨的東西 大家真的可以去稍微嘗試 去做一個實用 那也要記得說就是 測出來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去 算出你的ASR在哪裡 那你如果是耐力型的項目 你的ASR盡量把它 推上去 就是說讓你的MS跟 MS的間距 越小越好 簡單來說就是說 你可以 跑一個接近 這是MSS 你的臨界速度 不是臨界速度 sorry 你的最大速度在這裡 然後你的MS在這裡 為什麼看不到我的手 你的MS在這裡 那如果你是耐力型項目 你盡量把你的MS往上推 好 讓你的ASR去做到擠壓 可能你的耐力型的表現會比較好 因為簡單來說 就是你可以用更快的速度 更快的速度百分比 去執行你的專項 好 那如果你是 偏爆發短距離型的選手 你可能這個間距就會比較大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的MSS一定超快 你的那個充斥速度 你的Fly10 或是說Fly30 這個東西一定會比 長距離選手來的快非常多 你的每秒移動速度 可能會來到10公尺 11公尺 甚至頂尖的 好啦 台灣應該超過12的 可能沒有幾個啦 對 就是你的每秒移動速度這麼快 那你的MS相對會比較差 因為你做比較少的 油氧訓練 這對你的專項 可能不是他們的重要 所以你的這個ASR 就會比較開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我們講說有一種運動員叫Hybrid Hybrid就是 有點像油電混合車 就是你是需要爆發速度的 但是你又需要體力的 比如說像籃球這一種 他在場上打很久 或是足球這一種 你要瞬間衝刺 但是中間又有時間可以休息 但是整場打完 你可能也跑了幾千公尺 或者是說跑了一萬公尺不等 這一種項目 你可能這一個ASR的兼距 就會介於耐力型選手 到短距離選手中間這一塊 你可能大概會長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 當然啦 如果有本事就是 兩個都往上推 如果你有本事的話 當然啦 當然有本事都往上推是最好的 就是基本上這些數值 你往上推 對你的專項是有幫助 當然我這邊講的是指就是 比較明顯就是你在 跑動居多的項目 就是如果你在場上跑了半天 你也拿不到球 那就會回到 我們剛才講的那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 你測驗變好了 又怎麼樣 你在場上還不是拿不到球 你拿了也投不進 或是說教練根本就不放你上場 那這個就比較沒有用 對啊 好但是我其實我後來想到 有一個 這個東西還是要去參考他的 絕對的數值 有的時候你說越推越好 但是你跟別人比起來 他也是比較低 那還是沒有 所以其實除了你今天要推高之外 其實你還是要去追求他的 絕對的數值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而且 剛剛又想要其實還要再去參考的 就是他 MS他其實還是代表他的 最大攝氧量的速度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還是要去參照一下 他的最大攝氧量 可能會更全面的去理解一個 選手的狀態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只是以安排客表來看法 其實最高就是MSS跟MS 其實就夠了 但如果你今天要再去全面的了解一個選手 他的狀態的話 其實 還是要實際去知道他的最大攝氧量是多少 對好像有點像製導結果 但我講的是那種比較頂級選手的狀況 嗯 對就是舉例來說我今天 兩個同樣的人他可能MSS 他MS他可能都是 每秒可能比公尺表和顆粒 8公尺好了 可是今天有一個他的市場量是 比如說55 另一個可能是只有45 對那你就要去思考說 到底是55的那一個人他的經濟性不好 還是45的那一個人他的有養能力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 所以你先兩個人 他可能其他可能 可能假設他可能體重啊 肌肉壓性都差不多 可是明明他們跑同樣的速度 大到最大攝氧量 可是一個只有45 一個有55 那到底是55的那一個 他的跑步經濟性不好 還是45的那一個真的太差了 我覺得這是可以進一步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延伸到就是我們前面在講 你的攝氧量如果差不多 結果你的CV落差非常大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解讀這件事情 對其實我們就是反過來 我現在MS差不多的時候 但是你絕對的攝氧量數值又不大一樣 其實又可以去另一個角度去解釋他們 兩個選手之間他的身體中的體難狀況的條件上的一些差異 嗯 其實就算體重一樣 攝氧量都一樣 MS長不一樣 這應該也是蠻常見的一件事情 這剛好蠻 題外話這扯有點遠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但是只是讓我聯想到而已 就是在講 呃 移動效率這件事情 短距離選手就算你的最大肌力長一樣 或者是說你超越超越我 可是你對地用力的角度跟技術 沒有我好 你實際上跑起來的時候 你跑在車立板上面 你的水平分力 跟你的那個力量的峰值可能未必會比我高 然後你的前進效率就會比我低 那你前進效率比我低等於你就算比我再有力 體能比我再好 你也會比我快耗盡 簡單來說是這樣 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推斷 但是這剛好比較符合我最近在看的一個那個速度 跟力量的這件事情 這以後再講 我們之後再聊到速度的時候再來分享這件事情 其實除了這些指標 其實你本身身體的結構 也會影響到他本身的一些能力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天分 有些人他講的就是適合這項運動 那沒辦法 他就是他就是長那樣 你只是去投胎 我們不分享 我們不分享這麼消極的資訊 不要 因為這時候就需要找教練 這時候就需要找教練 這就很像你在Google上面搜尋 怎麼在台北買房子 然後那個Google就會回答你 就是最熱門的那個答案就是投胎 好這比較幽默一點 但我們不鼓勵大家去做這件事情 對還是有很多方法 對努力還是很重要的 就是 像大家有在看奧運就知道其實 能感動大家其實是選手的努力 不是他的天分 是啊 大家 剛好最近 我們這禮拜比較晚發這個影片跟錄音 也是因為我忙著看奧運 我一直在幫我們那個國家隊的選手加油 所以就我們兩個比較忙的 要把schedule出一個時間 那我們現在是半夜2點45分 在聊訓練 滿屌的 但最近 配合巴黎的時間 對 配合巴黎的時間 但題外話啦 剛好最近的奧運嘛 我也覺得可以在這邊稍微分享一些觀點 就是 我們常在奧運的時候 就是會看到很多人在網路上 去評比我們的選手 就是 這麼爛啊 或者說去爽的啊 然後去代購的啊 就是表現這麼差還去啊 什麼之類 其實大家可以做一下簡單的一個數學換算 你就知道去奧運的人 他其實 已經是這個競技行業裡面的 多麼多麼前端的佼佼者 以台灣兩千多萬人口來算 你只去60個選手 你這比例稍微除一下他有多效 那中國這麼多人 他們也才去那一些的 你算一下他們的比例有多效 然後 你再去算一個項目 每個國家 每個項目不等 有的項目大部分都是可以去三個之類的 那你再去算這個 每個國家能夠去的人 然後全世界的國家數量 然後再來算一下台灣去多少人 你就知道這其實是一件滿不容易的事情 老實說就是這個比例跟 跟在台灣找一個非常有錢的人的這個比例應該是 可能是蠻相近的 我知道台灣很多有錢人 但是我講的是那種就是特別特別有錢的那一個 好像這次報名的人是一萬出人 總全部運動選手 還是六千人 有願望的 我覺得六千到一萬 我記得我有聽到一個數據 對 一萬左右吧 然後台灣有六四個人 就知道 你扣掉老人跟小孩 然後 再去算 這比例其實已經很難得了 就算他們真的只是獲得參賽資格 然後去了就是 再會外賽就被淘汰 其實已經是一件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奧運的格言是 什麼 最高 更高 更快更強 更強 好 Together 上一屆家人 Together 上一屆家人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個比較 和平的意義在裡面 還有追求人類極限的這一個 意涵在裡面 所以看到這些人就是 可以去突破自己身體的極限 然後代表國家去參賽 我覺得已經是一件蠻令人感動的事情 就是 我不覺得為什麼有人可以有資格 在網路上這樣子隨便去攻擊 這一些人的優力 我覺得這就很像 有人突然去敲你家的門 然後就笑你說 你怎麼那麼窮 就一個有錢人去敲你的門 他搞不好還不是有錢人 他就敲你的門 他說你怎麼那麼窮 你怎麼長那麼醜 之類的 我覺得這是比較極端的案例 但是 我是覺得不應該做這樣子的事情 當然我們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也不拒絕他們在網路上做這樣子的發言 但我是覺得 可能比較不恰當 尤其是奧運其實在國際上是一個 奧運期間應該要停戰的一個時候 所以它其實象徵的意義還有非常多層次 比如說包括在國際上讓大家認識台灣 不要讓大家 總是把台灣跟泰國搞在一起 然後也讓人家知道說台灣是一個獨立出來 可以去參加奧運的國家 對啊 這其實具備的意義已經非常大了 然後還有很多人在吵那個什麼 Chinese Taipei這件事情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個奧會模式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用Chinese Taipei的這件事情 這其實也不是我們自願的嘛 對啊 但是國際形勢上有很多事情是超越我們的能力範圍的 但我覺得在能力範圍內可以做的訓練 跟把選手推到極限的這一件事情 其實教練跟選手們也都已經非常努力了 然後我們投入的時間跟精力也非常多 成本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省預算的 所以我不知道投入多少成本 但這其實已經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而且早期我記得我的母校他寫著那個體力就是國力 所以教大家升級完都要去跑步的這件事情 對啊 那體力確實是一個就是你不戰爭的時候 就是靠獎牌術來奪得那一種 國家的那種好像 我就是一個比較強的國家這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其實大家如果在觀察獎牌榜的話 其實可以擠到很前面其實都是大家平常熟能獎的 那些國家 對啊 所以我覺得體力就是國力其實 其實它英國關係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句話其實蠻有道理 對啊 早期還在蘇聯跟美國他們緊張時候 那個階段他們其實也是投入蠻多成本在 研究怎麼樣讓選手更強 當然有時候他們會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比如說禁廟這一些事情 但是無非就是什麼 無非就是我希望在國際上任何一個 我可以跟你國家抗爭的階段 我都要打贏 但這扯遠了 這不是我們這個頻道的本意 只是剛好今天看奧運嘛 然後陳念琴又打贏了 非常的開心 太棒了 然後那個小林跟怡靜就是止步 所以有點可惜 但周天成的氣勢還蠻好的 看好他 加油啊 好 以上言論就是不代表 不代表什麼立場 就是單純就是有感而發而已 因為畢竟是體育人嘛 一路走體育上來的 所以看這些人訓練的整個過程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體諒 你也不會希望就是有人去敲你的門 然後就指責你在工作崗位上的成就 有多麼低落 或者是說把你辛苦很久的成就 然後貶低著一文不值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不會喜歡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這邊也可以呼籲大家 希望大家 好 留一點口德 不要一直照口業 然後幫台灣選手加油 這樣子 還有一個禮拜 大家可以趕快再去幫大家加油 還有差不多十幾天左右 有的項目到14號15號好像都還有 可以在田徑就準備要開始 是啊 在這邊也可以再講一件事情 我看到有的人也一直在罵那個 就是電視的那個講評很差 因為這 他們其實也盡力了 就是你要在這些項目裡面找到好的人去講評 第一個是講評這件事情 他是 他是一個能力的 老實說 他是需要練習的 他就是你除了懂自己的專項 你有這些教學經驗 或者是比賽經驗以外 你還要能夠 一邊看比賽 然後一邊就去分析 去做出一些很客觀的 呃 言論評論 這一些事情 我覺得要分析的很有趣 你要符合觀眾的口味 然後你講出來的詞語 又不能太太口語 或是說太隨便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你好像就是 都在亂講之類 其實這已經是蠻蠻難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就是你在看球的時候 你想辦法在旁邊自己 自己去講一下 講看看 就是你要全神貫注看每一顆球 或是說跳水 每一次跳水 然後射箭 每一支劍 然後你要想出 想出一些話來講 因為你總不能讓節目就是完全安靜 大家覺得說 這個主播跟講評不會講之類 他們其實已經蠻不容易的 老實說 然後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那個體操的講評吧 他這樣選手不是在做嗎 然後他就看G難度F難度 我覺得這個真的蠻屌的 這個真的真的其實很屌 這很難 當然有的項目他可能找來的講評 是一些比較老的教練 所以他們有時候用字淺詞 不是那麼樣子的 可以讓人家接受 可是一個項目就是這樣 你練久了 其實就是會有一些共通的術語 所以大家也是多多包涵 而且其實回想我小時候 在看奧運的時候 就是永遠都只有海士華士 他們可能稍微轉播幾個項目 對啊 那我們近年來其實已經做到幾乎每個項目都可以看到 那當然因為他轉播金非常的昂貴 所以有人願意去把這個轉播權買下來 轉播給我們看其實已經是蠻困難的事情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歡聽講評 你就轉那個嘛 原聲道 你就去聽法語 對啊 如果你聽得懂法語 你就聽法語 我覺得就是這樣嘛 就是沒有人逼你啊 不要就是又要看又要罵 就是什麼都要罵 大家散發一點正能量好不好 搞不好看了我們頻道這樣講也罵我們也說不定 好我們今天講了也一個小時多了 當然大概我們前面45分鐘都是有很認真的在聊訓練 只是後面就稍微不小心越扯越遠 但聊天就是這樣嘛 還是要有點趣味性跟一些那個符合時事 要挑起一些有趣的議題 沒有要挑起戰爭 不是挑起啊 就是聊一些有趣的議題 對 聊一些有趣的議題 但絕對沒有要跟人家吵架的意思 我們其實也沒有時間去吵 然後包括那一些在網路上罵選手的啊 被罵的選手跟被罵的教練 講真的其實沒有空去一一做回覆 那我覺得講到這個 我就想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記得之前那個 美國橄欖球 就是他們那個橄欖球聯盟 NFL聯盟 他們就在推特上面找那個 留言很賤的 就比如說人家那個罰踢球 然後踢不進 然後踢不進 然後他就在留言說什麼 連我阿嬤都踢得進去 然後或者說人家那個跑 就是跑達正的時候就被鋪倒 他說什麼跑的有夠慢 比我什麼時候還慢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花錢 找推特上面這些留言者出來 然後就說 喔你說踢球很簡單是不是 來現在給你幾次機會踢 然後那些就是留言的上來 就是踢得都一塌糊塗 然後還有說什麼 我在飯店的時候可以跑很快 他就真的找一個走廊很長的飯店 然後讓他去測那個 30碼40碼這樣 然後跑起來真的是慢到爆耶 真的慢到爆 然後就是找這些人出來 我覺得台灣如果有哪一個 好像台灣蠻適合發展這種 這個一定很好笑 我覺得這一定很好笑 就找這些就是留言的人出來 就是說什麼 阿這個球怎麼打不過 來阿 來阿 我給你10次機會 你打給我看 對吧 阿射界那個射歪的也會阿 你也會聽到人家 唉 喔 嚇這麼爛到之類的 他說來阿 來你試試看喔 對吧 你就知道懂得 我覺得 黑賽劑齊可以多過 可以開始考慮開發這種 這種捷運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沒有製作經費啦 我們沒有製作經費 而且你要找到這些人 其實蠻難的 大部分就是 大部分都用假帳號比較多 會罵人的通常都假帳號比較多 或者是那些就是不用真名的人 嗯 我覺得蠻有趣的 不過運動是這樣子阿 運動這個東西就是 你如果不比賽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挑劑身心 跟培養身體健康 一個很好的一個管道 然後也是一個很好的輸壓的方式 那我在想說這些人可能就是 運動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壓力太大沒地方去 就只好翹肩排 其實也呼籲這些人就是可以多多去打打球 去跑跑步阿 去從事一些運動 去游泳也好 對啊 或是休閒一點去爬山也好 對啊 稍微跟網路做一下格局 看一下壓力會不會比較不要這麼大 盡量透過運動我們會散發這個 腦中會分泌這個多巴胺嘛 血清素嘛 這是一種會讓人家快樂的化學物質 對 可能會比看奧運更快樂 如果你覺得看奧運很痛苦的話 你就去做一些會讓你快樂的事情 那運動會讓人快樂的 鼓勵你們去運動 然後多多幫這個社會幫我們國家散發一點正能量 我們非常需要正能量 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我覺得講的很好 趕快去運動吧 大家趕快去運動吧 對大家趕快去運動 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就是去詢問 在下面留言 不要攻擊歐盟 搞不好 搞不好跑一跑突然就想要撤自己的那個臨近速度 誒說不定你們跑一跑就進國家隊了 這個我就想到那個日本隊那個滑板的那個妹妹 對啊 他不是說什麼他以前就只是好玩 結果看了東京發現那個金牌他只知道他全部都會 然後今年就是他拿金牌 那個土耳其的那個手槍射 空氣手槍射擊的那個也很屌 你有看這個報導嗎 有啊 就是大家都會帶那個就是遮光的嘛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沒有做過空氣手槍射擊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就是遮光的一個東西 然後這邊會帶一個類似 不知道是不是望遠鏡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幫助他們瞄準的東西 然後那個大叔就好像51歲 然後就帶著一副普通的近視眼鏡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上去就射 然後射一個銀牌 然後大家就在開玩笑說這是派那個John Wick出來是不是 怎麼這麼屌 說不定啊 就是有的項目其實他可能身體素質的這個磨練程度 沒有到那麼樣子的高 如果你們有興趣你們也可以去挑戰一下 說不定你們之後就真的變國家對選 所以說不定 那你們再來挑戰 所以就多嘗試啊 是啊 嘗試看到自己的天分在哪裡 找到自己的熱情所在 然後興趣所在 然後找到一個紓壓的管道 維持身體健康的方式也好 鼓勵你 鼓勵你 好 我們今天扯太遠了 我們不繼續下去了 這樣會有點違背我們頻道的初衷 好 我們也扯了大概快30分鐘的這一些 希望大家就是要散播正能量的這個訊息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吧 我們下一次再聊新的話題 OK OK 好 那今天到這裡 大家掰掰 好 掰掰